现在如果你想要代打上分 那你只能面临三个选择 第一种是去网络上找私人打手 第二种是去某多某宝下单 第三种就是找主播旗下的工作室 我们先来说第一类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和优势 首先跑单开挂都是常有的 而且这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伟代 他们很会道徒来包装自己 遇到接单不上号的或者拖着上号的也是常有的事 而他们的优势只有一个价格低 第二类是去某多某宝下单 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他们是把所有的单子发到代链平台 而因为收的价格低所以交的保证金也低 所以这上面就等于什么人都可以接鱼龙混杂 那么有可能你的单子就会遇到三类人 第一种是拿来接去打赔玩的 遇到这种人你算是比较幸运的 有的能给你打完 有的带老板到洞位了就不给你打了 所以进度就会很慢 第二类人是来测挂的 懂行的都知道 现在很多高的基本上都是外挂 这类人就交十几坏家人接你们的号下来 去测外挂看疯不疯 运气好一点呢 你就当天洗涤180天 运气不好可能过个几个月才疯你 第三类人就实在找不到单元 饿得半死的黑奴 他们呢有的人是真能打上去 他们是一群不想上班年龄偏小的兄弟 小天天打的游戏又有口饭吃 可实力又不想只能靠输出营上去 那么到时候你的战绩就是红一片蓝一片 就算打上去了 朋友也会嘲笑你一句积分战神 第二类的优点也很明确 支架低价格低的你无法想象 如果你觉得你是欧皇 完全可以试这种 一直碰这里的第一类人就好了 第三种是去主播的工作室 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主播都不跑的都不开挂 有的主播的工作室连审核都没有 也没有有效的管理手段质量也很差劲 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好坏非常好分别 就是找粉丝量高的 他的一定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还不放心 就去搜一下他们的工作室 有没有跑单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最近发的动态 是不是关于这个的 发了多久 一般两年以上就是非常靠谱的工作室 他们不仅信誉有保障 而且打扫有效率 就算遇到炸弹的情况 也会立马给你解决 缺点嘛也只有一个 就是价格贵 所以兄弟们你们会怎么选择呢